三连教科主 身体健康 叶宝复 这里是24年冲击一版本粉丝大部主 贵林 今天我们接着上一期聊歌手的一些话题 我们这一次还是要聊歌手 我们看一档娱乐节目 虽然轻松 但是这一次就是许多网友玩耿 玩到上升到民族大义那个层面了 就总结这一次的歌手的主题 就是纳英雪战歌手2024 因为他要对抗他国的实力长将 你比方说像亚当这样的 格兰米级别的人都来了是吧 于是就被网友戏称 五旬满足老太死守国门 那么真的是很佩服这些网友的想象力 那么我们不禁就要问问了 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歌手不是那鱼滋鱼滋乐的地方吗 怎么会变成一场血战了呢 同志们啊起来 原来歌手前几季 都是导演红涛给整的 尤其是他那个死亡独秒 哎呀妈烦死我了 那这一次他不干了 于是就派他的小徒弟红孝上 那小徒弟是肯定想超越老师傅的呀 要不然他怎么能出头呢 于是他就想怎么样才能增加歌手的可看性 那么我们说回红孝 他首先还是老套路 邀请了许多华语乐团的大牌 这些大牌也表示可以参加 根据以前的经验 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 结果搞笑的来了 红孝想出的创新点 就是直播形式的搞 而且还是无修音的 那这问题就来了 直播要比录播更考验歌手的唱功 而且不能后期修音 这哪行啊 是吧 没有修音 我会洗的吧 本来许多有意义的大明星 一听就伪了 是吧 不敢来了 只有纳英遵守的承诺来了 这一下就导致了被放歌子的洪涛 索性破罐破甩 你们回我节目 我就要回了整个华语乐团 于是他就直接请来了 外国格莱米级别的歌手来参赛 再然后 由于被放歌子 于是汪素龙 欧阳陈琳 都是临时被拉上火线的 而且两个格莱米还不够啊 红笑还请来了其他外国顶尖歌手入局 就有网友戏称 叶赫纳拉英接活的时候 凯莱也没想到 会玩这么大 好家伙 八国联金 这是又打进来了 你不要洋人死 向洋鬼子宣战 那纳英回顾四周 你让我硬钢格莱米 连亚刀你都种来了 你送你给我一些实力过硬的队友吧 给我点信心也好 结果红笑比了一个OK 纳姐我懂 于是他就请来了海莱阿姆和二手玫瑰 这两位 之前我节目说了 都是各个赛道的佼佼舍 二手玫瑰之前 我节目曾经做过专题 在发财与发福之间 选择了发疯 就是正常人没底毛病 谁听二手玫瑰呀 海莱阿姆 前两天我还刚做的视频 大家应该有个初步的了解了 就是他的风格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风格 送你雪白的云朵 送你璀璨的心格 送你温暖的春风 送你红红的山光 听过的 打个听过 于是他们就给我们奉献了这样的舞台 不说别的 这要是以往呀 这里歌手是不会被洪涛看上的 不是说他们的音乐不好 只是与歌手舞台的逼格不搭 以前顶多是请华语乐团永远的神 现在是请二手来请神 以至于外国有人一听凉笼的耍猴 人都麻了 表情管理失败了 这个歌词就连旁边的翻译 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看着周围的中国人都嗨起来了 俩外国人也是尴尬起来 什么鬼啊 跟着做就弯了 PUT YOUR HAND 网友评论也很行啊 比是比不过了 就给几位外国友人整点邪乎的 啊在二手玫瑰身上 看到了当年一鹤团 面对洋枪摇炮 无可奈何 只能破大份 企图破阳宫的感觉呢 二手玫瑰选择了 在出名和出手之间 选择的出马 还有什么面对格拉美 梁龙上前大吼一声 请祖师爷上身 然后面对海拉木和二手玫瑰 网友戏称 这是草莓音乐节 大战格拉美之战 还有什么格拉美大战红白喜事 更好笑的是 网友模拟了 红笑邀请二手玫瑰的场景 红笑 你会在啥绝活呀 二手送你走 但是这个时候吧 又跳出了一个人 说不对 错了 二手玫瑰和海拉木 就不该上这个舞台 尤其是海拉木 他太土了 那这个人不出意外 我们之前也讲到的是 丁太生嘛 我感觉丁太生 确实是掌握了流浪密码了 说话这个难听啊 海拉木太土了 他比张杰还土啊 他是真土 他的那个唱腔 更土 比高近的海土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从音乐审美的角度来看 海拉木 他就应该点点 他的歌 甚至都不应该出现在 湖南卫视歌手的舞台上 他更应该出现在哪呢 更应该出现在 抖音的BGM里 出现在城乡结合部的 那些理发厅里边 我曾经在网上套路片 讲过通俗与低俗恶俗的区别 就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那么我觉得海拉木 就是通俗的那一种 你说他的歌呀 确实也没有那么多技巧 配乐呀 也没有那么多花活 而且你听到他的现场 他的音准很稳 他的发挥也很稳定 只是说唱腔有点奇怪 我们之前说了 音乐就应该是百花齐放的 上文节能在宣传 我们国家传统文化的节目中 唱法语 加外国典故 只能说各花入各眼嘛 所以歌手的舞台 应该就是百花齐放的 你凭啥说 人家不配上这个舞台呀 还什么重乡结合部 发廊神曲 炸街男孩专用 这就是一种刻板印象呀 我其实也不太喜欢 海拉木的唱腔 但是我觉得他的歌还行 一种情绪的威威道来 用情感人 我觉得歌呀 终归是用来表达感情的 不是用来炫技的 你们觉得那些潮流的歌曲 觉得能引起内心的感触 才觉得它是好歌吗 对不对呀 但是海拉木的歌词 我一听再加上我一些经历 是吧 我共鸣了 我跟着唱了 我觉得他就是另一层面 这好音乐 这不是音乐的一种 正向的存在意义吗 丁泰生对于音乐的理解 仅仅停留在数的层面 他可以用专业来评判这个歌 导来没发索拉西 却没有想过音乐的本质是什么 是心 是共鸣啊 一个顶级的音乐家 用自己的演绎 哪怕是音乐语言不通 他也能凭借着自己的 对于音乐的理解 让人感觉出 他的歌曲是有灵魂的 这就是顶级歌者 这不仅仅是靠技巧就能达成的 所以说我说格莱美这些人吧 他也会唱 但是他还没有达到 能让我一听他的 就是我听了 我感触了 还没有到这个份上 我只能觉得 他们真的很厉害 也仅仅是喜很厉害 但是比方说我们的宫琳娜 是吧 一取小河糖水 光仅仅一个啊字 就把我哭得跟个王八蛋一样 为什么有技术的歌者 千千万能出得了头的 就那么几个 这就是原因 对于音乐的理解不同 我也说句不好听的 你丁太生锅说别人的歌图 你自己的歌是不是有多雅呀 是不是 如果有变化 那就四马桶 这什么玩意儿 对不对啊 你只能说这种类型的歌 不是你的菜 但是你不能质疑 人家能不能上歌手 对吧 谁规定了 歌手只能规定去哪个哪个舞台 你不喜欢 你不去投他票不就行了吗 海拉木不就是排名垫底了吗 观众就选择他了吗 但是你要说他配不配 我觉得没有歌手不配 尤其是海拉木 还是有官方背书的 人家是被官方推出来的 少数民族的流行乐代表 你行吗 你也不行啊 再说了海拉木 第一他没有团队 第二他没有资源 他能站到这个舞台 已经是草根的天花板了 他自己也说嘛 自己的天花板 就是别人的起点 那我建议歌手节目组 赶紧给丁泰生发去邀请函 因为他也曾经是个歌手 请他给我们唱一曲不吐的 是吧 想看的口译 不想看的口味 我只怕他没有那个本事 最后搞笑的是 网友四处帮那鹰摇人 结果不少歌手纷纷表示 我去啊 我有当机 我为国争亡 结果音乐人赵克就评价了 我觉得才是说的相对有道理的 节目节本 我就把他的评价读一读 大家觉得有道理的就扣个重 就是他说呀 说实话 就主动请应的这位 除了韩红老师 剩下的你们自己掂量掂量 自己几近几近几点 再来发言 为了蹭而蹭 如果真的要选 就不能用流行歌的方式 跟老外比 压根你也唱不过他们 基隆不同 型号不同 大排量跟小排量能比吧 要我说 您得用十分具有特色 或者民族性很强的 或者是宏大叙事的音乐类型 来对抗他们 比方说 童格尔老师上去上天堂 韩磊上去唱 向天再见五百年 韩红上去唱 青藏高绵 剩下的请英的这几位 要根没歌 要唱法没唱法 要辨识度 没辨识度 要流量没流量 要技术没技术 低调做人 你没有那个金刚罪 就别了那个刺激活 结果后面 洪孝也发文 印证了 这些人 真的就只是在蹭热度的 因为真要请他们的时候 他们一个个的都说 没有档期 这叫什么 这就叫蹭 事实也证明了 赵珂说的有道理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 一个民族乐队 在歌手上的表演 祝九哥 大气磅礴 好的 这就是本期节目 可能请英的这些明星歌手 初衷是好的 不是蹭热度 但是结果是什么样 都是个位置数 目前金人集请英成功了 让我们看看赵珂说的 究竟会不会一语成衬 以及孙男的踢管 战是什么样的 三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